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客人啊 今天没有办法去户外观察大自然了 QQQ 今天是我们博士圈的大自然交游日 心情真好 买了好多点心啊 香Q博士 我跟你说哦 今天下午啊 可能会变天耶 你出门还是带着雨伞 比较保险哦 QQ 没事的啦 我刚才去外面看 太阳很大 别担心 我走了 拜拜 我是 有幸运来了 说到打雷下雨 这种专业的问题 还是交给美丽主播好了 美丽主播 是的 是 好 谢谢 今天呢 欢美丽要来帮大家报气象啦 今天的气象啊 可能会让大家听了很美丽 很没力耶 怎么说呢 那是因为我们台湾县正位于偏南风的环境之下 在上午各地的会是晴朗炎热的好天气啊 中午过后呢 雷震雨的几率就大增咯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要注意呢 短时间的强降雨 雷击以及强震风都是要当心的 谢谢美丽主播 所以说呢 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咯 第一个就是语句 没有错 语句呢 我们是一定要准备的 那请问另外一项是 另外一项就是 耳塞 我最怕打雷声了 不用担心啦 这样子累积的现象呢 通常都是短暂的 而且也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所以你不要紧张 美丽主播 那到底为什么会打雷跟下雨啊 这个就要欢迎我们 独家4D的云宝宝来为我们解说了 B宝 我是正殿云宝宝 Bobby 我是傅殿云宝宝 当这两朵云靠近的时候 这两朵云会相互的吸引 产生放电的现象 不是这种眼睛的放电 是像闪电的那种电 有闪电的时候 空气它的温度升高 那水就会变成水蒸气 这个时候当水蒸气膨胀 产生了爆炸声 这也就是我们听到的打雷 好大声喔 吓我一跳 那美丽主播 那美丽主播 为什么又会下雨啊 那是因为水蒸气 在冷冷的高空中 凝聚在一起就会变重 当气流和云层 没有办法附和的时候 就会落下来 变成小雨滴了 原来是这样子 真好玩 你们看 我云里面的水蒸气 好像变重了耶 我的好像也是耶 而且好像快要下雨了 停 停 等一下 你们两个别再靠近了 要不然等一下又要打雷了 差点忘记了 对啊 美丽主播解释得真棒耶 不过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 出门的时候 要记得带伞 不然 就会凌晨落汤鸡咯 那也要谢谢云宝宝 帮我们解释 不客气蹦 忘了不能太靠近 把持继续 拜拜 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么有趣的天气现象 是怎么发生的吧 Q 外面风雨好大喔 我从香Q变成落汤QQ了啦 香Q婆子 你怎么全身凌晨这样 湿搭搭的 快点擦干 然后等一下先去洗澡 这样才不会感冒喔 先喝点热水好了 都有一点发抖耶 你看 慢慢喝 放开 转转到标准了 长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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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小朋友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长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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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小朋友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Zither Harp 远远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 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 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 悄悄的念出它的魔法 远远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 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 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 悄悄的念出它的魔法 长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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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小朋友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长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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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小朋友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长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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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小朋友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我要用我的魔法 让你长得高油炸 去kelt听看 lets wild 我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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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长大 曾经走在那一天 连不及的大地界的四季 身分非常渺小 心跳红红脸儿红红 我身的心情让我有点不安 不怕困难来到这里 相信自己不会后悔 这却是因为 我们都快抱梦想 想要快出发 推动着翅膀我们一起飞翔 带着闪亮亮的穿过开开心心 手里紧紧抱着你的礼物 满怀希望 等来高兴 多么想念花的高兴 要回去了花的高兴 我被等来去 待的待在台湾 待的待在台湾 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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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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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煮的是什么台 今天要煮的是什么台 红烧鸟鸠鸢鸢鸦 泡菜像黄瓜 还有一个小鹿蛋 走呀去买菜 妈妈妈妈 带我去买菜 今天要煮的是什么台 皮蛋瘦肉粥 花生小鱼干 还有一个葱花蛋 走呀去买菜 妈妈妈妈 带我去买菜 今天要煮的是什么台 咖喱鸡肉粥 青菜豆腐糖 还有一个荷包蛋 走呀去买菜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下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呼道一声 Goodbye 要记得锁定 游游点点名哦 让我们 两个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西瓜姐哥 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 按个订阅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 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